美麗的手工 我覺得我自己的濾鏡是很善良的濾鏡 但我覺得我拿了這個濾鏡 我覺得其實是跟別人很有距離感的 也是我真實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Avery 我主要從事文化 尤其是未由定的文化創作 我的創作可能比我的真人的接觸有不同的感覺 人們也有說我的創作可能很有距離感 因為牽涉到神話 也有很多不同的符號學 也有很多背後的概念在裡面 比起很大名大放地去表達自己 我更加喜歡用一個很遠的空間 或者可能有距離跟人們溝通 可能每次看到的東西都不同 或者每次所發現的神話 裡面的一些含意都不同的時候 好像我們共有了一個秘密在大家的心裡 我的畫或者我的作品 其實都是想有不同的面向 其實我有時候會偷偷地擺一些 我自己很個人的一些象徵在裡面 好像是一個將自己的秘密置身在一個畫作裡面 給一個自由度的觀眾帶他們去解讀我的作品 這也是我本身想帶給觀眾的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最想傳達的概念就是 在現今這個社會可能很多人都會很笨 或者很多事情思考 所以我不想他們在我的作品裡面 還要再… 一定要期望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所以純粹看完我的作品 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其實已經是達到我想做的事情 為什麼我會喜歡版畫 甚至是美尤丁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這些版畫的技法 其實全部都很需要很多不同的步驟 當我一直做 就是它有條理 或者是很需要耐性 這件事 是我一直所… 就是從小到大 都是很想追求的一個特質 美尤丁真的需要極長的時間去製作 就是相比起其他的畫種來說 或者其他的創作媒介 其實它需要的是一個很安靜 很私人的空間 就是平靜的對待 就是好像是去回一個很中間的位置 而這件事其實都是我喜歡的方向 我來說懷舊這個字 好像是說一些香港本土的一些事 我又不是很喜歡人家覺得我的作品很懷舊 我想別人覺得我的作品是有一種優雅的感覺 接下來的計劃 其實我也會想嘗試一些版畫 意外的一些 或者意用版畫配合的一些創作 其實也會想用我這個概念 去匯入其他不同的創作媒介 想有一段計劃 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想可以聽下來 思考我接下來的創作是怎樣 去醞釀一下一個新的概念